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仇国恨 更加不行 我是听说我不太了解中日 我听说安倍此行什么要建立大南亚 不是东南亚共荣圈 要形成钻石型 什么围堵中国之势 但是好像是他日本媒体最近有评论 说没有成功 三国都不支持 你感觉到什么气氛 我觉得首先要说的话 他这个开端就很尴尬 因为他一开始是想去美国 美国其实挺不给面子的 就说没时间 那没时间他就转而难下 其实在他之前 他副首相和外相都已经到了东南亚了 他又去 所以说这个意图还是很明显的 然后他到这些国家的话 应该说都是和中国的关系 是比较微妙的 比如第一站就是越南 那么在越南 而且谈到了非常敏感的话题 就是在那进核电站 那你想日本在越南的投资 已经是有港口 机场 高速路 铁路 现在又进核电站 那可想而知 那这个军事意图就很明显的 那么在越南 越南方面 他这个意图的话 就是这个官方回应 我们不是很清楚 你知道越南这个国家 他这个也不是太透明的 那接着就是在这个泰国 泰国就说 我们听日本的声音 但是我们会考虑别国的立场 你见着英拉了吗 没有 我知道你特别想见英拉 对 我老觉得 是不是真的像照片上那样 比较风资绰约 没有 但是你知道吗 在泰国曼谷大街上 都有英拉的照片 就说你有问题吗 给我打电话 就英拉自己出来做广告 你知道我看见英拉每次出来 我有一个你们想不到的一个角度 我老关心她的冷暖 因为我好像特怕热 我觉得我对热特别感同身受 就是我在电视上 每次一看见我们英拉 穿的丝绸的西服什么的 我老觉得泰国天气 它会不会特别热 非常热 是吧 真的太热了 你这有冷气嘛 你替人家操心 关心阴拉的冷暖 还有印尼 印尼怎么样 印尼 我到印尼那天特别不巧 就是他那个什么 那个正好发大水 应该说安倍比我更不巧 因为安倍他在这个泰国 应该说这个 就是这个欢迎程度 已经不是很高了 那到了印尼之后 总统根本就没时间去见他 都是百忙之中 花了一个小时跟安倍见了个面 所以说安倍有很多 比如说他的一些什么庆祝活动 因为还是日本跟东盟建交四十周年 还有他这个安倍主义的讲话都取消了 所以说最后也是草草收场 而且最后他还早走了 他们碰见他们那个日本人质 在阿尔及利亚被杀 所以提前就草草收兵 你知道吗 而且我们其实认为那个多半呢 是一个他找的借口 自己早点走算了 实际上有点丧没大眼 是吗 对 诶 徐老师 你觉得最近日本这什么情况 村山富士啊 我看那个白胡子老头 一个个就全来了 鱼贯而来啊 那个习近平高度评价安倍 的第一个任期 这次接见那个公民党的党魁的时候啊 这很妙 习近平用了很技巧的方法 就是说高度评价 他第一个任期 因为是接那个小泉纯运狼呢 对 小泉不是败荆国神社吗 安倍当初就没败 所以呢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 希望他这次接下来也别 因为他现在公开要败 而且中国其实这次是给了 相对比较克制 比较软的一招 就是接了信 来的时候没见你 等到最后 等到最后 但是而且提出 中日可能有高峰会议 那回去那个公民党的人见安倍 也是 但是现在的死着卡在 就是日本他还是一口说没争议啊 这个钓鱼岛没有谈判余地 所以这等于是就是说 你给面子他都不给 一点台阶都不下 中国余下来是有两桌旗可以走的 就是一就是都是跟美国有关 一个呢 就是美国现在他 你说这次站出来表态 那个希拉里啊 对 病那么重了 还跑出来说一番话 说反对单方面挑战日本的管制权 那这个是指中国 但是对于这个主权 美国不持立场 只要美国是对主权不持立场 不持立场就是有争议嘛 日本说是没有争议嘛 那这两个态度是不一样嘛 中国其实只要这个主权在谈的话 管制前战事问题不是不会马上解决的嘛 就抓住这个 另外一个这两天美国在跟日本炒那个 那个威安妇的 美国众议院在通过决议案 就谴责日本 30万亚洲女性在战争期间 日本现在否认没有一个 以前河野杨平还承认过一次 现在安倍说没这回事 所以美国现在国内也有个舆论 说日本在走向军国主义化 安倍不都说要建国防军嘛 对 他就是鹰派嘛 安倍他现在最有力的一个奇 就是说美国 这个日本国内50%的民众 那个投票啊 支持修改宪法 这是他现在最厉害 也是最危险的一照 集体自卫权 反正他现在安倍 我觉得是压力非常大 这个从最近的一张照片就看得出来 你可以来看一看 他最近到一个场合 就是去颁奖 就是什么日本相铺运动员颁奖 但是他没想到这个奖杯这么重 一下没拿起来 你看最后 后边靠一个人给他扛着 他才把这奖给颁了 这这奖杯也真够大的 对对 这象征着安倍现在的处境 是吧 他要完成了 他感觉他是日本之光 可是实际上压得他抬不起腰来 对吧 不过咱们还是回到正题 正题还是小谦 小谦这个 正题永远是你 你一下去了这三国 这三国我都没去过 所以我很想知道一下 他有什么观感 你泰国没去过 没有 越南我就进去过50米 你知道吗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边境管理 非常松懈 我记得我们就是包了辆出租车 从广西就跑到越南边境 然后那个司机就说 那边有一刑警队长 是我表哥什么的 然后过一会儿呢 他说你等着 什么签字也没有 过一会儿去了 那不是那刑警队长 这跟那个伪军似的挂着盒子炮 你知道吗 挂在屁股上 呱啦呱啦就来了 那我们领过去 领到越南50米 唱卡拉OK起来 找来一些越南小姑娘 我记得挺清秀的 穿着那个那个 那叫沙丽吗 应该是吧 至少印印度的那个叫沙丽 应该差不多 对 他有这个印象 他也觉得越南帅哥美女不少 对对对 越南人长得挺漂亮的 真的 因为他们皮肤比较白 而且越南 尤其是越南这个胡志明 是混血特别多 混的美国人的吗 应该是法国比较多 他以前是长期被这个法国 变蝙蝠嘛 对对对没错 其实要说起对于东南亚的印象的话 我觉得这个过去 我们要想起的话 尤其是中国人近几年 一想起这个东南亚 那就是这个争议的岛屿啊 军舰啊石油啊渔船啊这些 对吧 但真的去了之后呢 你发现 其实那地方还是充满阳光的 就像你说的那些女孩子 身上穿的那种沙丽啊 很血浪多姿的 而且甚至有一点那种 薄汉轻一透的那种小性感 还挺好的 其实感觉 就到了这个世纪 越南准性感吗 你觉得保守吗 呃不保守 他们穿的好性感啊 穿的衣服都很寡 然后那种 呃这个无路考察 学长说你现在心脏不好 就不要关心这个问题了 咱牛国有名 我看他一组那个照片 挺有意思 可以让小田主张给给给说一下 这个略略 你看这是胡志明 对 就在河内 这是很有意思 越南啊 你别说他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他这个国家主席和这个越共书记啊 都是同一个人 越南帅哥 对对 很有意思给他照相 他说哎 没照好 让我摆个pose再照 这就是他那个 嗯 叫阿婆庙 一个华人的庙 对 这是印尼 印尼了 印尼的这个雅加达 雅加达是我见过的这个 你看这是他的这个五星级酒店 那老头是谁啊 这是以前的一个驻华大使 这个咖啡 我一定要讲这个咖啡 咖啡叫猫屎咖啡 我当时到那 这是泰国了 这是泰国的这个 呃 僧人 僧人对 哎 泰国人都很爱微笑的 对对 这有名的 这有名的 对 你看 嗯 哎 这是一个华人 当地一个非常有钱的华人 你看他 他们那儿的有钱人都玩着什么 你看那个照片 抱着狮子 他自己在家里啊 养狮子老虎大象 你看下边啊 就是那个丛林 就养着一只狮子养了二十年 哦 有意思吧 哎 这是 你为什么 你采访他是为什么 不是 我先讲前面那个猫屎咖啡 猫屎咖啡你知道 他在印尼啊 就是在那个 那个咖啡丛林里边 还养那种摄乡猫 然后让那个猫去吃那个咖啡豆 然后让他这个变变出来 然后再去加工提炼 最后就是猫屎咖啡 我当时去 在印尼 在雅加达 我到处去找 一般的那个小店没有 然后呢 我们到了那个五星级九点 就是要去采访 那个以前的驻华大使 我就说 嗯 一人一杯 然后呢 跟我们一起 那人说很贵的 我想咖啡能贵哪去 我说一人一杯 没关系 然后五个人还是六个人 哎 最后结账的时候 还好 那个大使他的一个助理啊 就抢着 把这个该买了 我后来一算 港币 一两千亿杯呢 咖啡 嗯 猫屎啊 怎么 这是什么好的呢 很香 但是真的很香 啊 这是真的 就是你现在 你喝完 猫的大片的咖啡了 但是完全喝不到那种味道的 就是一般的咖啡的那种色 恶味酸味完全没有 就是苦 香 还有那种回味 要不说安倍啊 爱到那儿去 日本人也玩这个 日本人的一些食品呢 就是从这个大便里面 你知道吗 提炼出来 他们都不想恶心 你知道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对 哎 你觉得这趟 三国行 其实要是自个旅游 未必去这几个地方 那当然 所以当记者的好处 就是他你看免费 去一些平常 不太想去的地方 对 然后会跟一些 这个平时 你一般不会跟他 花那么多时间 去聊天的人去聊天 对 然后真的还是聊天 就有跟游客 不一样的发现 你觉得给你印象 最深刻的是什么 除了Moss Cafe以外 对 挺多的 其实在越南 要去做一个记者 在越南去采访 很有难度 就道士健 刚才看到的那个照片 叫军警他们 不知道是军人还是警察 然后一直都是 对对对 然后随时都提高警惕 然后看一外国人 你要拿摄像机了 拿照相机了 然后马上盯着你 让人就走过来了 然后我在那个越南 我就跟他们讲说 跟我总部这个领导 就说很难采访 他说那你一定要采访 一定要采访 我说那怎么办呢 然后我就在他那个 大教堂的外边 看见一群这个旅行的人 美国人 我想那这下好了 我去找那个游客采访吧 我就看见一个 美国的老大爷 我就过去了 我说嘿 what's up 然后就开始了解了 他在越南嘛 好久没有人跟他搭讪了 他也跟我聊 特待见你知道吗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如芒在辈 他老婆在后边盯着我 真的很难 反正这个凤凰记者 就去他们这些女记者 都有名的 在外边什么火线上采访 经常用一些所在国 涉嫌犯罪的手段 进行采访是吧 不是说越南现在 挺开放了吗 我是没去过 经济上也很开放 跟美国关系也改善了 你觉得国内的控制还是很厉害 很严对 越南要说经济的话 经济发展比较快 只能说 但是基础太差了 比如说在河内 首都 首先呢 你一下飞机 然后出了机场 哇 笔直的大道啊 真的是 然后我们是晚上到的 这个灯火通明 然后很宽敞 就顶先一个社会主义的 首都的机场大陆 但是呢 你过了那条路以后啊 有路灯都很少 甚至有的地方 就是只有一边有路灯 就基础设施 其实是非常的落后 其实 那社会秩序好吗 不好 那我觉得 就我们两次被骗了 是吗 对啊 然后越南那个钱 我直到走都没弄清楚 然后那个换算非常困难 然后有一次 被那个出租司机骗了钱 哎 我搬完行李说 我说 我不是这么多 我说那个怎么去吗 他对对对 你算错了 然后走了 那就是 哎 社会主义过去 咱感觉咱们的那个年代 就好像犯罪率并不高 是吧 对 这就是他这社会主义 就什么坏事都凑一块去了 当然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 碰上了 不知道 对 不就是常规的 常规社会主义 在走向资本主义化的 这个这个阶段 是是 都会比较乱 原罪原罪 东欧也是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你对那的华人 印象怎么样 要说到华人 我其实还真是 在三个国家 都有这个 遇到华人 不同的身份 有比如说学生 然后有这种 比较弱势的那种 做餐饮的呀 或者是这种作家 还有就像刚才采访的 那个就是 一个企业家什么的都有 哎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你看 就我们以前呢 也会遇到 在国外生活生长的 这种华人 他们一说起中国 哎 就是你们国家 怎么怎么样 我们就说 这是被腐化了的 这种啊 这个都已经叫做 熟点忘组了 都忘了自己的根了 那这一次 我遇到这些东南亚国家 就是不管是什么 经济 还是这个国家地位 还是这个城市建设 跟中国都没法比的 这些国家里边 华人啊 他们呢 我觉得有两个特点 第一就是都能说 非常流利的中文 也就是说 他们对这个中华文化的 这个传承 至少还是比较好的 第二个呢 就是一说起祖国 都是充满了无限的深情 但是他们的祖国 祖国不是中国 是他们自己的国家 比如说是印尼 对 是越南 对 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 因为他们对中国的话呢 知道自己的根在哪 但是那不是我的国家 感情不深 嗯 你觉得为什么呢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觉得 至少呢 我这一次有遇到 尤其是在印尼 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呃 有跟这些印尼的华人在谈 那么有一个不能够避免的话题 那就是当年的这个反华 印尼排华的时候 对 当时真的是很惨的 他们讲起那个都觉得是这个心痛啊 然后觉得自己能够这个存活下来 都已经是很侥幸的那种 当然关于这个排华 那个暴乱的话 各种传闻都有 说是这个那么政党间的啊 各种手段 各种欺压 然后呢 也是这个利用外部势力等等 但是不管怎么样讲 我遇到的这几个华人呢 他们有讲说是 当时还好啊 有其他的这种 长得比较像华人的这些使馆在帮忙 他们有的时候啊 不得 什么叫长得比较像华人的 去其他的亚洲国家去找庇护 他们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国家对他们庇护不利 你知道明代的时候 我们明代的时候 是欧洲殖民主义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世界历史上他们分析 之所以欧洲中心扩张的这么厉害 而中国就没有扩张 我们一直是解释是 我们不是一个向外扩张的国家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区别 就是他们那些野蛮的 知名主义国家 非常注意保护他的海外僑民 比如说大英帝国 比方说西班牙 比方说葡萄牙 一个小小的葡萄牙 会为了葡萄牙的僑民 跟人家打仗 中国是一点不care 中国我们人多 出去了以后 中国很多很多人在菲律宾 比比那个其他荷兰 葡萄牙多得多 但是我们不把它当做一回事 我们只要你们回来 效忠啊 拜一下就行了 我们没有 说好听一点 我们是真是和平国家 我们没有扩张的野心 所以实际上 这两种情况都有 为什么咱们经常自欺欺人呢 就说这种南洋海外华人 我也见过 就是说起什么中国来 感觉是中国文化呀 什么什么的 也有感情的 但是实际上 小条这发现就说明了 也有寒了心的 这个两种肯定都存在的 应该都有 这个都 你刚才说起明代啊 好像你这次还弄清了一个 明代跟正和有关的事情 是吗 对很有意思 就是以前我们一说起 这个正和下西洋 都是这个就浩浩荡荡的 首先这个景象 就他一共是七次下西洋吧 然后呢 当然也有这个另外的传说 就是说是为了找这个 朱建文啊 这个建文帝 建文帝 对对 朱允文吧 朱允文叫什么名字 弄不清的别说 对对 然后当时就说 当时这个就是中国 我们去传播文明 建立友谊 而且他到了这些 所有的南洋国家 真的是很被尊宠的 就甚至是什么 等着你来给我发那个诏书 那在那个爪哇 当时是爪哇东 爪哇西两个王国 他们要打仗了 然后呢 这个爪哇东的国家 那个国王就听说 正和要来了 然后就派那个使节 就迎着这个海浪啊 就去告诉那个正和 说你赶紧来 说那个旁边 那个国家要打我们了 你赶快来给我们 发那个诏书 发了之后 旁边国家就不敢打了 怎么会这样 当时感觉中国老大 真的是老大 对 但是呢 不管他怎么老大 他不去占领人家的地方 我给你这个评判了 然后你要是有什么官司啊 什么的 我给你们那个裁决了 然后你就好好过日子 包括那个马六甲海峡 实际上都是正和 一手建起来的 哎呦 我也去 你想正和那个时候 一直远到哪 马达加斯加 就是那个时候 我们去那的时候 还有那种正和的那个村 什么当当年的这个后裔 所以我说正和 你别说他是个太监 他留的这个种 到处都有 真的 很远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地步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关门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叫藏陈阳 经典叫香 喜酒 叫藏1988 新世代青睐 行动开始 接着说 正和 太监的事 我都爱听 然后还到了那些国家 可以说 正和那个时候 他下西洋 身兼着什么 外交部 国防部 统战部 对吧 商务部 他去做生意 对 很多职能 对 甚至还有孔子学院 他就教人家说中文 但是你说 我们看到的历史 就是说 他因为传播了文明 所以说 大家都服了我们 我们是以德服人 这个叫 不怀柔以远人 所以说 大家都来万国朝圣 大家都来宪贡品 就来到当时的朱棣 还在南京 就来南京 来宪 来朝贡 你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去朝贡呢 真的是因为德行 让他们服了吗 还是因为有什么军事威慑 还是什么的 但是我们看到的历史 他们是欢听喜地的来的 甚至那些国王 就携家带口的 来了 他是不是觉得中国生活好啊 也有这种 来了之后 他才知道好 他来之前 怎么知道好呢 走一个大国庇护 实际上是为什么 西哈努克亲王 有这种 但是他是在 西哈努克 他是因为之前就知道 而且他那个时候 也没办法了 也没什么退路了 这个世界文明的岔路口 现在有人分析 是因为中国气候太好 地方太好 欧洲 你看欧洲的气候 欧洲的雨季 都在冬天 欧洲只能中一季 所以欧洲 整个欧洲 你欧洲住国 这地方不是人带的地方 所以他们一定要到外面抢地方 中国尤其是中原 从古至今 两千多年 农业社会极其稳固 所以说难听一点 以前从政和那个时候 中国人觉得 我们的地方最好中央 你们听我们就行 欧洲人是咱地方不好 所以到外面到处抢 对 整个世界文明就在那里插了口 然后现在风水又变了 北京那个天上 那个阴霾 这个雾霾 已经人环境没法呆了都 当然我们到了鸦片战争的时候 我们就早知道了 我们这条路不行 对 但是你说这些个南亚 东南亚的这些小王啊什么 当时来这儿是为什么 后来我知道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中国 那个时候不是经济特别好吗 从唐朝开始 就这个士博斯 然后是鼓励这个对外通商的 那么到了宋朝就更是这样了 宋朝当时中国的这个GDP 占全世界的80% 然后元朝开始有一点警惕了 就开始有一点这个封闭了 然后呢 他就是这么有近海令 可是到了这个明朝就更是这样 可是呢 这些使节 如果你们来明朝朝贡 你们可以顺带的卖东西 走私来的 他能做生意 能做生意 对 所以就长驱首都就不走了 没错 小天你看多有文化 去一趟 去一趟这三国 这叫沟臣呢 是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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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